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等到他会不会打雷 对不对 对对对 好 那黄老师我们如果说 我也听说说在过年的时候 好像就我忘记接财神 因为那天我刚好要出去没办法 那是不是还可以再来求财 那当然咯 这个老天爷是慈悲的 你前面没求到 中间再给你个机会 一定都给你起码三次机会 那如果说你过年忘记接财神的话 这天二月二龙胎头这天呢 还是可以接财神的 是是 那我们讲说 这天是拜头牙土地公 可以帮你剪 帮你接财神 招财 招财 对对对 还有在这个 我记得还有一个习俗就是说 一直到过年 还没到这之前都不能剪头发 当然现在时代不同了 那大家还是 我已经都剪了几次了 那我们当然就把这个当做一个民俗 给我们来讲一下好吗 好好好 我们慢慢讲 那我们中国是以农立国 都是看天吃饭的 所以呢 非常重视雨水 那龙呢 龙王呢 他是管天下的这个雨水 自然呢 就变成大家起雨的对象 所以另一方面呢 水跟财 都是看起来都一样的 对不对 那钱财是到处流的 水也是到处流的 所以水为财 这个所以 如果说二月初二龙胎头号 那我们就招财引钱入家门的说法 是是 所以那天下雨最好了 如果有下雨 对对对 就打雷的话就是 打雷 你有一个爆发财 再下雨的话那更不得了了 是是 好 那我们怎么求财呢 好 如果要求财的话 我们在二月初一 农历二月初一 就是 现在西洋类的三月三号 三月 三月三号 那初一嘛 好 初一 这很好记 你吃灾念佛那天嘛 好 你前一天呢 就是二月初二的号 你就准备好十二个铜板 这个铜板呢 我们在台湾的话就用五十块钱 如果在美国 你就用那个美金一块钱 如果没有的话 早点去银行换 它有换的 就一块钱一个了 也是它也是纯铜的 好 如果实在没有的话 没有关系 那你就 Penny也可以 反正是 大概就是 属于这个金钱的颜色 如果 再讲究一点的话 你可以用十二个五地钱 也可以 嗯 那把这个 在这个二月初二 一大清早呢 好 你就煮一锅水 把这个钱丢到水里面 表示 把它清一清 然后 煮个大概一分钟左右 你再把它捞起来 捞起来呢 把它擦干 然后就带着这十二个这个硬币呢 还有一个装水的湖啊 到这个 去拜土地公 那如果说 在美国是没有土地公庙的 但是有些 比如说 慈慧堂啊 或者是黄大仙啊 他都有 一个小小的这个 土地公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排位在 到那边去拜 那 台湾是到处都是土地公了 大概一土地公 嗯 然后在庙里面 装他的自来水 就表示说 装完了 装完了这个 土地公庙的财 那 如果说你没有的话 你可以到银行去跟他要 要瓶水 通常呢 嗯 银行里面都是钱嘛 嗯 银行里面出来的水 是不是都是财水 嗯 那有些银行他们非常好的 这个 就说你是VIP的话 他会送一瓶水给你 是吗 现在台湾都有啊 这边没有 这边没有啊 没有没有听说过 那这个水我们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 因为 因为在美国毕竟这个风俗人情不同嘛 嗯嗯 那对 那这个水怎么办 那你可以要求这个银行呢 或者是庙里面 庙里面是装水很容易的嘛 嗯嗯 那或者是你带瓶水去 或者到佛堂接瓶水 那也可以 嗯 比如说你到银行的话 带瓶水到那边打开 嗯 打开的话 接接他的气 就是接他的财气 嗯 那带完以后 就把这个都带回家 然后把水呀跟硬币呢 放在家里面 聚宝盆里面 不太好吧 嗯 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旁边也可以 嗯 那你如果拿来浇花也可以 比如说你 家里有种种金钱树 嗯 它是涨钱的嘛 或者发财树 反正你只要跟财有关系 你去浇他 嗯 他让他这种气来带旺 嗯 嗯 这个 或者是你把这个钱呢 放在身上 或者放在你的财位 都可以当钱母的 嗯 嗯 那这个就等于说 我们已经接了 接了财到我们家了 嗯 嘿 是 那这个在灾谷时候 比方祭拜财神的仪式 我记得 我看过一本书上面 就写的户记 户记 但是详细的情况 是怎么样子的 那户记呢 你知道古代啊 它有各种各种字体嘛 传传传传传 传到现在呢 就变 就把这个户写 写错了 写成牙了 哦 可能有的人写草字 一写写成 对对对对 人家就看成牙了 对对对 其实是叫户记 对对对 然后难怪 这个这个一般人就把它当成打牙记了 嗯 为什么呢 因为打牙记 就是说 二月初二这天呢 你很多仪式啊 都会都会在在这一天 比如说求求这个土地工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准备三升嘛 那很多这个台湾传统的一些一些产业 或者是公司啊 他们都会在二月初二这一天 拜拜土地工 因为土地工生日嘛 土地工它能够保佑你这块地方呢 人才丁 人丁两望 两望平安 对对对 那当然就是准备三升了 鸡啊 猪啊 鱼啊 然后 因为好多人都 我记得广东人都是整条猪这样呗 哎呀 卤猪 对对对 那拜完以后 大家全公司他们就开始吃了 所以就变成了打牙剂了 我想请问啊 黄老师 那拜这个土地工事 一定要在家拜 或者是说到庙里拜 或者说 假如说有这个法师啊 有些道教的法师啊 在道观拜 要说请他拜 有没有不同 都可以 都可以 台湾庙里面都有 那天会请师傅来念经啊 然后 我们就可以作为 给一些摘菜饭 那 嗯 如果说你 像现在疫情不方便去的话 你就在家自己拜 从家里面大门朝着外面拜 嗯嗯 朝着外面拜 土地工嘛 土地工 跟地基主不一样 地基主呢 是你家里面这块地的一个 一个小关 可是土地工是你这一区的 一区的 对 所以你必须开着门 开着门拜他 嗯 拜完以后就可以吃了 嗯嗯嗯 是 所以拜的东西没有说一定要怎么 比方 比方我记得以前拜土地工的时候 或者是做做这个 这个二月二龙抬头的时候 要有什么润饼啊干嘛 一些东西 那现在如果没有这些都无所谓吧 那当然无所谓 无所谓 可是现在也很方便啊 嗯 比如说 在台湾呢 拜土地工最应景的这个 这个 就是润饼 对 嗯 这个贡品啊 最有名的就是润饼 还有什么 还有挂包 哦挂 挂包很好吃 里面有花生粉 我还记得 对对对 我们台湾是最最好吃的小吃啊 那也许别的地方 可能 我不晓得 我想沿海都应该有这种习俗了 嗯 那内地呢 有没有呢 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们台湾呢 它是把这个 就用那种好像 好像剖开的这个馒头啊 对 两片嘛 两片 然后里面我还记得有生菜 香菜 花生粉 酸菜 酸菜 卤肉片 对 还有卤肉片 还要加一点糖粉 加点糖粉 对对对 这想吃 这看起来呢 就有点像一个皮包装满了钱 像不像 对对对对 那象征着发财 所以2月2日这是个龙抬头 是很重要的一个日子 对 还有呢 润饼呢 那个也是我们台湾最 最注重的 几乎是2月初二 街上都在卖润饼 那润饼呢 就是也是这个糯米皮做的这个圆瓶 然后再用红萝卜啊 豆芽丝啊 笋丝啊 海苔啊 花生粉 肉丝啊 肉片啊 润饼好像就直接 一个润饼在那个铁盘上 这样 对对对 那个还是一个技术啊 对 它就一坨 一弄就一个 而且那个薄薄的 这样包 而且不容易破 就这样直接吃了 对 然后那个 好想吃啊 对对对 那你们觉得那个润饼啊 包了这些东西 像不像古代的银票 卷成的银票 像一个银票 对 像白银又像银票 对对对 所以呢 台湾又叫发财富润 哦 就这个点过 象征吉祥 是 我记得在金植这一天呢 还有一个寄白虎的风俗 是什么样 白虎呢 其实呢 它就是说 你借着白虎的这个威力 也是老虎是 对对对 刚好今年又是虎年 对 然后这个 利用这个白虎的这个雄威呢 镇压在家里面 附近的这种 蛇蚁蟲蜀之类的 让他们不要进你家嘛 所以一面家里面都又长虫啊 又有爬虫 是为了这个 所以那我们寄白虎通常都是用生猪肉 生猪肉 那 后来慢慢的大家也就 因为住了公寓嘛 也没有这么多讲究了 所以就变成说 寄白虎变成打小人了 哦打小人 打小人 我在宫廷区里面 常常看到说 那个宫女啊 或者是皇后啊 什么的 然后被人家陷害 然后就 打小人 就是弄一个 弄个人在那 那然后到他房里 一查查到了 完蛋他一定死 哦 那是下降头 那叫降头啊 哦 又不一样 可是他也是有一个人呢 对 他是 那个是用稻草扎个人 那我们这打小人呢 是用一个纸片 你画出个小人 然后这个小人呢 你在背面写上 写上一个人的名字 那这个人呢 一定是对你这个 这个运势有阻碍的人 那种特定人士呢 绝对是 我觉得是 陷害你啦 高难你啦 对你都是 对啊 在职场上啊 对你很差 对你态度又不好 然后故意陷害你 然后老板之间的 就说你的坏话 是是是 或者平时就霸凌你 所以这种就是小人 那就把他 你就很想打他 对不对 可是又不能名打 对不对 所以还是不要得罪的 我们就暗打 然后这个 当然 你如果不希望 自己身边有这种小人来的话 你可以预先打 那没有特定对象 你也不用写上名字 就上 后面写个小人 然后这个小人 做好了以后 那我们就 当然了 你可以委托别人打 那我们古代的时候 有一些 所谓的神婆 比如说像香港 有一条街 是专门打小人 是哦 你去过吗 去过 去过啊 非常有趣哦 也跟我们讲一下吧 好 那那个这种呢 这种神婆呢 他就 你就给他钱嘛 现在大概 我记得以前去看是 大概三四十块 现在不知道多少钱 你就是告诉他 你要 那要不要人家的出生年月日 这个 这个很难 不需要 只要名字 出生年月日是你的 那那个 那边呢 他就会 就是连打小人啊 带给你求财啊 带给你忘你自己啊 还有 还有什么 这个 小人物净啊什么的 大概有五个小人之类的 那这个他帮你都 都求了福 都求了福 那只有小人这个呢 他就会让你写上那个 你想打的那个人的名字 嗯嗯嗯嗯嗯 完了 写好了以后啊 那这个仪式要开始了 首先要烧香嘛 我们要请白虎 白虎星君下来 嗯嗯嗯 帮你除这小人 嗯嗯 那打的时候呢 就拿一双 越破越旧 越臭的鞋子越好 嗯嗯嗯 然后就这样拼命打 那打的时候 还有一连串的那个 那个里语 非常有趣的 是 有的有的里语啊 你讲到香港的话 那就一定跟香港有关系的 对 广东话很有趣的 它都押韵的 嗯 你学一下看看好了 你的广东话可以吗 嗯 妈妈得啊 还是一点都不行 还是 我来试试看 妈妈得 他的那个这个这个咒语呢 是打了个小眼头 打到你口水北太老 北太老 就是打你个小人头 打到你口水鼻涕流 对 还蛮押韵的 打了个小眼头 打到你身影响 都押 都押韵的 打你个小人头 打到你 一生一世什么都没有 一生一世 哦 打你个小人头 打到你一世都没有发达 哦 打你个小人头 打到你一世都不发达 哦 对对对 打了个小眼眼 打到你生日都撞板 哦 打到你的眼睛 打到你呢 每天都会撞到板子 对对对 就是看不见的意思 对对对 打你的小眼蚁 耳朵 打到你做人 没有大致 就是打你的耳朵 打你没有大致 对对对 这个一共一共大概 很多 二三十个 象征性的讲一下 好 打那个小人的嘴巴 口 打到你生日 不停咬 就每天都会恶心 对对对 打你的小人头 打到你上野 没了味 就你闻不到香味 闻不到什么都没有口味 胃口 打你的小人衰 打到你成世 没有饭开 打你的你没有饭吃 对对对 不错 打你的小人牙 牙 牙 打到你 没有饭 没有饰 就是有饭你也咬不动吧 对对对 有饭 有饭你就吃不了 吃不了 就吃不下 打到你 打你的小人类 类是什么呢 舌头 打到你 拆去做餐 就打到你去做餐饭 OK 这个是狠狠的 蛮有意思的 但是你在一边打一边练的时候 你会很爽 哈哈哈 当然 当然 我们通常 所以讲到这个打小人 我们就先要检讨自己 我们就在平常做人做事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洁身自爱 我们要按道理行事 我们也不要坏心 对 也不要去整人家 也不要去害人家 所以呢 你就不会有 你就自己打吧 自己爽一下 抒发自己的压力 平衡心理 对对 那通常会有小人 当然我们在佛教来讲 说是有这个因果嘛 对不对 有因果 但是 反正就一直打一直打 打到那个小人都烂掉了 烂掉了 然后你就可以差不多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会准备一个子老虎 那这子老虎还有一块肉 那他就把那个烂掉的小人 放在那个老虎嘴上面 让那个老虎把这个小人咸走 哦 然后呢 那你要谢谢这个老虎啊 所以就把那个生肉呢 就让那个子老虎碰一下 就让他哎 我赏你一块肉 哦 这个还挺麻烦的 很有趣 你自己也可以打 自己可以打 可是打不好 万一这个 不会的 你神明也没有请好 那结果 结果 我觉得好像要请专业 当然了 通常我们都是请专业了 因为你要请神明嘛 万一要是你念错口诀啊 但会怎么样的话 也不太好 把这个其他的申请来就不好了 那 当然 请专业是最好 如果实在像现在的话 你没有办法到香港去 那我们在美加有唐人街有打的 可是也不便宜 好像几十块美金 那你可以自己打 那你自己打的话 你可以偷偷的打 但是你不可以在家里打 然后你打的时候要很虔诚 因为那个人实在害了你 实在让你恨他 然后你才去打 譬如你自己捡个小人 把那个人名字写到后面 然后最好在什么 三叉路口 或者是桥底 或者是路爬 或者山边等地方进行 然后打的时候 最好就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容易招鬼神 那这鬼神会帮你一起打 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看热闹 国也喜欢看热闹 哦 而且这个三叉地啊 阴地啊 煞气比较大 是是 这个很容易就把小人伤了 然后你 反正你就是准备一块肉 一个指人 还有一双鞋 一直打打打打打打 打完也是这样 用鞋子打那个指 对 一边打一边骂他 你不用不用刚刚那个口诀了 你就自己 你有什么不舒服的 你就讲出来 一边打一边讲就好了 是是 好 那这个说 我们今天这个刚刚好到这里了 对 如果说你不想打小人 不想惹怨太深 累积压力的话 那我建议你去穿个踩小人袜 那把那个小人用那个麦克比鞋的袜子上 每天踩着他你自己也很爽啊 对不对 是是是 不过呢 那当然就是说每天穿着这个 你踩小人袜 还不如自己穿个招踩袜吧 是不是这样子 诶 徐姨姐你心地真好 你不要不要结仇 不要结仇 对 我们自己发财 那起码自己给自己催眠 那努力工作就会赚大钱 是是 那不是更好 对我们今天只是说把这个一些民俗 告诉大家 那当然我们也不希望你自己 在这个打小人啊 或者是说真的去做这个事啊 只是把民俗告诉大家 如果你自己真的有需要 你还是请专业啊 对 深仇大汉你去请专业 专业 拜拜